要最後煮出來好不好吃才知道 嘉義士還是想問 如果這樣還可以加豆干嗎 當然是可以 可以… 而且這樣的乳 會多了一股蔬果的清香 好 如果大家可以在家裡頭這樣做 當然很棒 可是很多人怕說 會不會沒有辦法吃到這麼多 然後嘗嘗外食 還有沒有什麼替代方案 對 其實的確 現代人真的很忙碌 不太可能有額外的時間 或太多的時間 真的每一餐料理 所以其實也可以利用一些 富含有高纖維的營養保健品 像剛剛提到的菊芋 因為菊芋其實它生長在 就是日本九州 它主要的採收期其實是在冬天 而且它保存不易 所以其實一般日本人 他們是把它做成營養保健品 來做一個補充 對 而且其實 如果天然的一個菊芋 其實它的營養補充品 吃起來就有點像是 糖果有點建樹糖的一個味道 對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它一個非常大的特點 其實它高達百分之九十八 都是天然的菊芋的這個食材 所以其實比較不用擔心說 有額外的這個添加物 增加身體的負擔 所以其實在吃的時候 同時也可以把一些微量營養素 吃到身體裡面 也不用擔心說 有額外的農藥或重金屬的殘留 但是記得其實如果 觀眾朋友你真的現在手上 有這些高纖維的營養保健品 記得在服用的同時 其實水分一定要增加 它才可以真正的發揮它的一個功能 瑪莎 像妳呢 妳的水分 攝取會特別的注意嗎 會 我會特別注意 我每天就裝幾瓶水 然後知道說水沒喝完 我就想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另外帶手錶提醒自己 什麼時間應該站起來 順便去喝水 了解 所以水分對於高血糖的患者 也很重要嗎 因為我們的水 在身體裡面就是循環代謝 很多生理機能都要靠它 甚至酸鹼質的平衡 水一定要是穩定緩慢的攝取 不要暴飲暴喝這樣子 每天要煮水量 大概一個人的體重 沒有特別的疾病的話 體重的數目 乘以40cc 就是妳一天的滿水量 好 所以王老師妳幾公斤 趕快討論給大家知道 72公斤 好 乘以40的話差不多3000cc 所以我自己有一個 就是提醒自己的喝水口訣 就是53535 這是在出名牌嗎 為什麼嗎 因為糖樂病人剛才講會胖 那飯前喝水 我這個53535的意思就是 三餐飯前的30分鐘 喝500cc的水 你就真的這樣灌喔 就慢慢喝 沒有不用灌啦 就是妳就喝一點喝一點 就是提醒飯前 因為你飯前喝湯湯水水五分飽 你就不會搖瘦水吃太多 而且你飯前喝了以後 血一血比較 血的濃度又比較稀 所以妳的飽足感有 血液濃度又不會這麼高 那妳吃飯的時候 就不會暴雲暴食 我覺得這也是我自己 維持滿多年 535 前面的50分 三個5就三餐飯前要500cc 喔 瞭解 那3就是30分鐘的意思 所以這樣大概就最少1500 對 這是我自己 這麼多年就一直 有這個習慣這樣子做 嗯哼 好 那我們今天提到了飲食嘛 對不對 膳食纖維 還有水分 跟這個控制血糖有關 避免高血糖 還有什麼是需要注意 生活當中我們可以做到的 其實我們是認為說 還是要固定檢查血糖 尤其是飯後血糖 我們常常忽略 我們到醫療院所裡面 常常都是只檢查空腹血糖 如果你願意的話 40歲以上 你每年至少 同一餐飯的飯前飯後 要檢查一下血糖 如果你有是高危險群 或是你以前有發作過 其他的代謝性疾病 或是比較肥胖危險的個案的話 一年裡面兩次飯前飯後配對血糖的檢查 就很重要 一般人不會沒事去驗血糖 但是大家知道嗎 現在40歲以上 每三年政府就會補助你 免費驗一支血糖 可是大家都沒有去用 如果你是65歲以上 是每年都可以免費驗一支血糖 除了這些人的話 平常人你什麼時候會懷疑自己血糖的問題 不會去懷疑 所以我們來說 比如說你肥胖你BMI大於24 或是遺傳 因為糖尿病是有遺傳的 所以你或是你自己覺得你是一個 少動的人 或是你曾經在孕婦當中 曾經有認證糖尿病 之後儀式也要定期在追蹤 然後你自己覺得你運動很少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你已經有症狀了 比如我們剛才講的 你平常已經容易疲勞了 或是你已經有一些 黑色素肌皮症 因為糖尿病的病人 會有一些黑色素肌皮症 或是你肥胖的病人 真的可以自己自備去驗驗看血糖 所以如果家族有糖尿病史的人 他自己血糖高的機率 就會比較高 糖尿病是有遺傳的 有遺傳的 OK 好 王老師 我們這邊煮得怎麼樣 這個燉得差不多 蔬果類應該熟了 只是肉有時候可能還沒那麼爛 那我們這個最後 你再把它撒一點 那我們可以給 大家先可以吃看這個木耳 來 我們讓嘉義士來試試看 對 這個木耳就已經感覺 比較像那個 豆干的感覺 我很挑的喔 他覺得很挑的喔 對 其實這個肉還在一點時間 可以試試看 這個小塊應該熟 來 你幫我們試試看 那個味道跟一般的滷肉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用蔬菜來滷的 而且這裡面是維生素D 其實也挺多的 我不會放水的 對 講真的其實真的滿好吃的 我就說真的 可以給我碗飯嗎 紅豆飯 有喔 這邊這邊 等一下 你先跟我們講那個味道 菇耳滷沒有吃過 我覺得重點是它不死鹹 不死鹹 可是它用了一碗的醬油 可是它不知道為什麼 蔬菜過亮光 跟一般我吃那種滷肉 味道很重 但它這個真的不死鹹 吃起來還滿不錯的 清爽對不對 凱雲你可以試試看 真的還不錯 所以還包括了像洋蔥 還有 這個是什麼木啊 對 香菇 香菇 你的香菇都不認識了 對啊 真的滿好吃的 來 我沒有筷子給我一個木 現在高麗菜那麼便宜 也可以放一點高麗菜進去 高麗菜應該是最後吧 對 你可以等於是汆燙 因為這樣煮 我會發現肉的甜味還會吃得到 有時候我們用滷肉滷的 最後都是鹹的 就吃不到肉的鮮甜的味道 我先搓一搓 實在太燙了 而且這樣煮你會發現很冷的 它沒有那麼油膩 因為它的蔬菜水果很多 所以它不油膩 即使冷了吃都沒關係 所以我這個在夏天還可以當涼菜 因為它冷都沒有關係 好香 我已經講不出話來了 它的木耳好脆 那是滷肉裡面沒有的頭看 你看這一碗已經吃完了 妳吃完了 是怎樣 真的滿好吃的 我滿推薦大家試試看的 因為比我想像中的還好吃 說實話 它酒是不是還沒加 酒我已經有嗆下去了 好 這真的是比我想像中來的好吃 不管是木耳的脆度 還有它那個水果跟蔬菜的香甜度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因為冬天大吃大喝 加上天氣身體的關係 血糖容易往上飆 所以讓自己跟全家人 不管用各種方法 這樣的蔬菜也很好 那麼名化淨衣的方法也很好 就讓自己跟家人的血糖 都控制在健康狀態 衛福部建議我們國人 每天攝取的膳食纖維量 是25-35公克 但是根據2005年到2008年 國人營養大教察發現 高達90%的人 每天攝取的膳食纖維量 是建議量的不到三分之二 所以可以知道現在國人 因為飲食西化過於精緻 每天攝取的膳食纖維 其實是嚴重不足的 而膳食纖維其實在我們身體裡面 扮演非常多角色 包括減少我們食物中 糖分油脂的吸收 還可以幫助我們增加 糞便的體積 刺激腸胃道的蠕動 預防便秘 所以膳食纖維其實在現代人 預防疾病 維持身體健康上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現代人因為工作非常忙碌 沒有時間 如果正餐真的沒有辦法 增加膳食纖維的攝取量 這時候不妨可以考慮營養補充品 菊玉其實在日本被稱為奇蹟食材 它有很豐富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又被稱為叫做菊聚纖維 甚至是牛磅的三倍之多 也可以維持我們的血糖穩定 以及幫助我們排便順暢 而至於說菊聚 其實它在冬天採收保存不易 所以一般是把它做成營養補充品 來做個補充 傷吃間的一個食用 其實也可以幫助我們非常簡單的 增加膳食纖維 以及微量營養素的一個攝取